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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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2萬點的10%就是2000點 跌5%就是1000點 之後盤中那你看跌5% 今天可以漲500點 改天盤中給你跌1000點 1500點 那都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就先給你打預防針 因為我們的會員 很多跟我跟了好幾年 什麼大場面你們遇過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一天跌1000點 跌1500點 跌2000點 都不用意外 因為2萬點的10%就是2000點 現在到了23000點了 10%就是所有股票都跌停 至少就是全值股都要跌停 那大盤就會跌2000多點 你不要想說漲的時候 允許它漲500點1000點 跌的時候你就不准它跌500點1000點 甚至2000點都有可能 所以之前我們台股盤中 曾經一路跌到1400多點 那時候就將近所有股票都跌停 對不對 所以以後還是會讓你看到 有可能盤中直接殺 2000點的 我現在在這邊給你做預告 你一定會看到它的好嗎 來 完全預告 我6月19號 6月19號在台股 大家震熱的時候 對不是大家 黃恩勳來台的那個時候 你們也很抗好 很抗好這個台積電 233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6月19號 那時候台積電在哪裡 當時台積電帶著大盤往上衝 那時候大盤已經來到了23000點 好 6月19號 你可以說這個6月19號就是 後來拉回幾天再攻一波新高 有沒有 好 後面雖然有新高 可是我在23000點 我就已經提醒你了 是 而且你也可以從這個時間點 看台積電的大戶 千張大戶已經在掉了 有沒有 已經在掉了 你必須要領先提醒 所以做我的會員很幸福嗎 這是提前預告 你剛剛看那支影片 我沒有對外發布 我們就是 我們的會員在我們的影音 在我們的說馬影音 你會看到 是 我在6月19號 我就已經先跟會員講了 大跌2000點很正常 是 是不是有命中了 真的 1854點 有人會提前告訴你說 有可能會大跌2000嗎 你覺得怎麼可能 發生 行情正熱你不會相信 而且日本跌得比我們還中 對 可是 我是不是一直在節目上強調 頭要熱 心 心要冷 心要熱 心可以熱 你頭要冷靜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跟你講了 你會不會避開 那是一回事 你就是沒避開 因為我告訴你說 2000點很正常 是 那你遇到2000點的時候 你不會去亂殺股票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事實證明 那一天2000點跌下來 你去砍的人 就指數2000點是不是這個 對 禮拜 對不對 你就是冷靜兩三天 就回來了 所以心可以熱 頭要冷 大跌之後 一樣要怎麼樣 一樣要冷靜 穩人的住局 沉得出去 更何況我在前面 我就先跟你預告 所以 親愛的 我們這兩天看到1000點 2000點跌 我們會不會怕 我們不會 然後又有什麼 資金幫你控管好 然後 你只要乖乖照抗訊的 大家都怎麼樣 照指令操作 而且老師在上禮拜 就告訴你 昨天很殘酷 今天很殘酷 明天很殘酷 但你不要 你還用馬雲的話拿來提醒你 對 對不對 8月的一開始老師就講這句話了 來 今天 馬上會員就回來 馬上就回來 感謝了 回報 老師早安 金像店漲停了 真金不怕火煉 好的股票 值得等待 值得等待 可是 各位 你熬得住嗎 我金像店我有告訴你 我們之前是做190 對 你到230了 我自己的股票 我還怕你去追高 還提醒你 我還告訴你說 7月底 做帳 做完 8月初 你要小心 回馬槍 我還勸你不要追 連那檔精彩 你記不記得 我拿出來重播播不完 對 是不是 金像店 2368金像店 這是陳蓋谷 老師節目是直接提醒大家的 是不是 漲停啊 對不對 今天 昨天砍到170幾 你就昨天你忍住了 我才告訴你 我 我還持續告訴你 昨天很殘酷 明天很殘酷 後天很美好 是啊 但你不要 但你不要 對 砍在 你知道 昨天跟今天這樣子 兩天 快20% 是啊 跌停 到漲停 昨天低 昨天就收下影線了 對 今天再漲停 沒有20% 來回也有15% 15%對不對 可是 你原本 假設你買200的人 你昨天去砍債最低的人 你跟人家財富不是差15% 嗯 你 你 你賠了15% 別人賺了15% 差30% 比如說田馨砍的15% 嗯 老師賺15% 對不對 我賺15% 他跟我的財富 就兩天 就兩天 兩個人財富差30%的差距 是 這你懂得看嗎 懂 所以這意思也就是證明說 你看對節目跟看錯節目 的距離 看我的節目跟看別人節目裡面 財富跟著差距 就兩天差30%了 30%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檔 艾普 6531的艾普 昨天的跌停 今天的漲停 昨天誰帶你去砍跌停 昨天跌停其實一樣收下影線對不對 是 沒錯 收下影線對不對 跌停又打開 跌停又打開 艾普昨天下午是法說 對 我昨天來重視路上 還一邊看著 我還認真 有幾個分享 有這麼認真 我拿了耳機 我在聽 很認真聽 艾普的法說 對 然後節目裡面有老師說 你想要知道艾普要怎麼操作 有艾普的問題來問老師 真的能夠駕馭得了艾普 陳誠老師 可是已經盤後了 對不對 來不及了 因為今天直接就開高了 那昨天又去 你昨天去砍跌停的人怎麼辦呢 好來 今天艾普漲停對不對 對 馬上會員就出來分享了 是 陳老師好 我已是全雷打班的會員 只想感謝 感謝留言 昨天的艾普250買進 今天288賣出 昨天跌停是249.5 就是250 所以 如果你250買 你一定買得到 今天288 3萬5 3萬5就超過 一根漲停了對不對 沒錯 對 如果你是昨天收盤 你今天288 你賺一根漲停 是 那漲停就2萬多 可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賺3萬6 因為我們去買幾乎要跌停 對 因為差一塊跌停 對 對不對 所以昨天跟今天 一張就3萬6 什麼行情都有錢可以賺 差別在哪裡 你會不會賺 節奏 我一直跟你講節奏抓好 對不對 他說這一次產率 他說如果是以往 我一定先怎麼樣 任賠賣出 大部分人是這樣 然後眼不見為盡 這是大部分人都會做的事 我已經跟你講 我說在這個社會上 金字塔頂端就是那5% 不要做2080法則 為什麼現在有人 有錢人願有錢 因為有錢人 因為頂尖人才 對不對 強者的心理素質 跟一般人不同 對 就好像這兩天 2000點殺去誰遇過 這輩子 老一輩都沒人遇過 可是為什麼 我可以精準跟你預測 在前面 很簡單 我早就告訴你 1萬點跟2萬點的差別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早就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有心理準備 這種行情是怎麼樣 彎腰減鑽石 他說這一次 但這一次我很有信心爆股 怎麼樣 是因為看 老師的分析見解 都很有遠見 他為什麼 因為 我早就告訴他們了 2000點 一點都不意外 是 都預告在前 這就好像說 你如果知道後面 可能隨時會有大事發生 你早就安全帶綁好了 對 你會擔心嗎 你不會擔心 有什麼擔心 而且你早就有 萬全的準備 對不對 這是聽話的會員 一樣 有人 事事有兩種 人也有兩種 一樣是來我這邊 可是就是有人不聽話 前幾天 這是禮拜一對不對 就是大跌 就差一天 禮拜一大跌對不對 對 他說 艾普 277 可不可以怎麼樣 因為艾普 連跌兩根 對 禮拜一跌停 禮拜一就先一根 對 他說禮拜一跌停可不可以先買 我跟他講說 我還回他說 等國安基金 如果你記得中市 我禮拜一跟你講說 其實重跌法只要三天 對 禮拜一兩千 你就是等三天就好了 對 對不對 等三天就好了 但是 我也沒等三天 因為我昨天第二根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有沒有 好來 可是我說你只要熬過這三天就好了 為什麼 下去就會上來 我還跟你舉例說丟球 你那個籃球排球拿起來 力道越猛 用力往地上砸 砸 你越用力 他就彈得越高 對 所以一樣 兩千點上去 他即使沒有回來 直接漲兩千點 問題這兩天已經把怎麼樣 談了一半了 把那天的缺口補一半了 對 對不對 對 他沒聽話 我叫他等 他怎麼樣 他就回我說 今天先怎麼樣 進場 先進場一張 279成交 有沒有 可是因為他禮拜一 自己沒聽話先買對不對 對 昨天是不是又一根跌停 又一根 有沒有 有沒有 我今天我就跟他說 你不聽話 我說昨天跌停 你有沒有很緊張 有沒有 所以他自己那個鐵圖 八個梗圖給我 對 很可愛 對不對 但他就差了10% 可是他今天288賣掉 他老師我只賺幾千 對 聽話的賺三萬多 三萬六 沒聽話就賺幾千塊 這是差別 有沒有 差什麼 差一根跌停的差別 對 差10% 對不對 我都老實交代 是 其他人拿得出這種東西嗎 這是會員的真實對話 老師跟會員的真實對話 來 我昨天是不是在中視 我就告訴你說 我昨天進場 有沒有 還給了大家直接貼圖 我還把這個貼給你看 對 其實我都已經跟你講 我有聽艾普的法說了 對 然後我還是把艾普拿出來 還把盤中的截圖給你看 如果你聽我講艾普 你又把盤中的截圖拿出來 跟我對這一張 你應該對得到 對 可是你對得到 你今天開盤一定要去追高 你懂意思嗎 懂 你跟我昨天去接跌停 跟你今天開回最高 我就說 我們的會費真的沒多少錢 可是 你們為了省這些錢 就這8月以來你虧了幾百萬 搞不好還有人虧幾千萬的都有 因為這一波 一千兩千年的沙法 讓太多人措手不及了 對不對 昨天還覺得 哇 人生是彩色的 好 股票賺完錢 房子去訂好幾間 怎麼突然一個跌停 財產睡著 瞬間歸零 瞬間歸零 是 措手不及 真的 所以 各位你都以為我這個扇子 是哪假的嗎 多重要 我們是二三十年來 歷經多少風雨 你要能夠挺得過風雨 人生一定都會有風風雨雨 重點是風雨來 你可以觀觀難過 觀觀過 你可以挺得過嗎 我是不是 我一直在忠視 跟各位苦口婆心的說 我說順風順水的日子 誰都會過 閉著眼睛買 我說大盤順風順水 你買全職股 你的技巧 可能都比我們分析師來得好 我講實話 我沒有必要去騙你幹嘛 然後用什麼幾倍幾倍 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 我老實跟各位講 沒有人要相信 對不對 你富貴賢中求幾次之後 你等到你的財產幾乎要歸零了 你才 才突然精血 老師穩中求真的很重要 那你還有錢嗎 你還有錢讓你在穩嗎 還是你有錢 你還是不相信穩中求真的很重要 不然這兩天不是一堆少年股神 又有什麼違約台積電的 來 這一檔 是不是艾普 開牌 現場開牌 昨天還貼給大家看對不對 我昨天節目後面我是不是開給你看 老師昨天其實還把艾普昨天盤中的一個走勢圖 直接秀給大家看 我為了 你可以去對圖 我為了怕你們把那個 找出來我連價格都蓋住了 但是其實對也可以差不多 但是你去對那個盤中走勢就對得起來 對得出來的 昨天老師特別還花時間來跟大家講了艾普 是不是艾普 是啊 直接開牌 現場開的 是現場開 昨天跌停板後來有打開 你可以去對照昨天的節目內容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好 如果你有猜到 你今天短線有做到 因為他們有開牌立刻漲停 所以還是有點空間 對 可以小賺一點 但是跟我們的會員比起來也是差了 一根停板 今天開還是有人怕怕的 今天開266 265 就算你買266 好一張可以賺1萬 所以一開去買還可以賺2萬 1萬8 1萬8 2萬 但是我們賺3萬6 對 這是差距 我有沒有跟你講說 這檔艾普 只有我駕馭得了 是 對 因為這兩天其實一殺一下很多人都來問我艾普 我就跟各位講 不要自己孤軍奮戰 我說真的 我常常用巴菲特他的夥伴查理蒙格講過一句話 互助合作可以度過難關 對 不要單打獨鬥 更換我們幾乎30年的作戰經驗 在這邊帶著你 真正的一個司令官 一個強的司令官 指揮官 他一定是身經百戰 那你如果跟著那種檯面上 群組隨便亂加 裡面一些人根本就是沒有身經百戰 也不過就贏了幾個小戰役 你就覺得他的話都是對的 那這一次你有沒有吃到苦頭 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講 選擇努力重要 講太多都沒有用 人教人都教不會 對不對 事情教人呢 痛一次就夠了對不對 人只有痛醒跟疼醒 人都教不醒 對啊 老師真的每天苦口婆心的 一直在講 一定要這樣嗎 扇子穩中球都拿一年了 你能不能看得進去 聽得進去 再來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我是不是跟你講 選對分析師很重要 看對節目很重要 跟對人更重要 你今天 如果你一堆真的融資被斷頭 或者你今天股票去砍在阿呆股的 被人家收失去的 對不對 那只能講說 人生是你過去千萬個選擇出來的結果 可是當年人家認真讀書 你不肯認真讀書 或者說 人家很認真在學習 你沒有在學習 對不對 事情總是想挑簡單容易的去做 那誰不會做 會啊 那就像這兩天 你要跌停去講阿呆股 很簡單嗎 很難啊 你看到這種跌嚇都嚇死了 不是只有這檔阿呆股 好來 還有 其實很多股票 陳蓋股 我們就看陳蓋股就好了 陳蓋股老師 不只是阿呆股 還有 你看喔 你就看我上個月 我帶你做這幾檔 智威 威強 金像店 艾埔 還有這檔利端 環球精 我是不是都事前跟你講 然後高了 我有沒有告訴你不要去追 我都是在節目上直接講 你就是不是我們的同學 我也是老老實實告訴你 對 就像今天這檔環球精 法說結束了 然後今天大家都漲他沒漲 環球精我在580 我是不是就告訴你 我就直接講好幾次 我們已經下車了 我們下車 對 是的 口訊都有公開的 你如果要抱的人 你不肯下車的 那你要熬得過這一段 對 對不對 你要熬得過 那顯然沒有人熬過 那不然今天 大家都在漲他沒在漲 是誰在砍的 對不對 那法說完了 田田家 什麼時候要出現了 我知道 對啊 老師昨天還特別把他整個看完了 老師知道他的內容 那你想跟上 想知道 環球精昨天也是法說 你看我聽了艾普的環球精 然後緊接著 艾普的法說的時候 回程 環球精是4點 我又接著看環球精的法說 好來 今天還有一集檔股票漲停 USB USB是這段時間超級弱的 可是今天都漲停 回頭我要來跟你講 USB4 特別我要跟你講 今天很早就領先漲停的 比艾普還要漲停的 創圍 我等一下來跟你講這一檔 是 如果你這段時間操作真的是非常不順利的 我還是那句話告訴你 不要單打獨鬥 你來跟著我們一起 讓我們身心百戰的帶著你 剛剛你也看到我們會員的分享 簡單你去接截停 我們不是憑著傻的衝動 我們是有專業做底子的 所以如果你這波 不知道怎麼操作了 資金亂砍的 來 老師雪中送炭 我雪中送炭 是 別人是在飄雪 我是從天上掉金幣下來 抄底發財專案 你在別的老師那邊受傷的 你有會期 你都來找很安息 你的會期我們可以吸收 跟我們好好重新開始 你的人生就可以從黑白變成彩色的 我們先進廣告 想逆轉勝直接打電話加LINE囉 趕快先加LINE 想要許中送炭 想要逆轉勝 讓老師幫你 來 USB 老師剛剛講到了創違 有一個人 他來問我男店 8046的男店 因為他看了友台的分析師 還是說跟著別的老師 買在260 260 各位260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對啊 可能去年年底的事情了 好來 這張男店呢 各位 今天 漲幅很明顯落後怎麼樣 比如說艾埔 或我剛剛講的創違 創違 所以 這個你現在只能怎麼樣 來跟我狸貓換太子 男店你要怎麼操作 你有男店怎麼辦 我的LINE你加進來 是 直接加來讓老師來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 趕快加來 但是既然來你要有誠意 不是說 只是抱著隨便問問的心態 那我這樣對你的男店 也不會有什麼幫助 好嗎 好 好來 今天有一個族群很強 因為今天科技股不是所有都漲停 對不對 可是今天有一個族群非常強 你看翔碩漲停 是 創違漲停 有 微風電盤中也差0.5漲停 對 那這幾檔有什麼特色 我幫你歸類出來 這幾檔就叫USB4 USB4 USB4 只是他們的應用 在產品類別比較不一樣 是 USB4 高速傳輸 它是這一波 相對比較弱的 甚至怎麼樣 創違在破敵 微風電在破敵 但是然後翔碩這一波也是殺的比較兇 是 可是我們跟你講說不要去殺破敵 我們這樣講 有 對不對 昨天這一個 創違跌停 微風電也跌停 就跟艾普一樣 跌停人人都會砍 然後呢 今天漲停大家幹嘛 追 拼命追 那為什麼 我說當你要去砍股票 你一定要懂這家公司 創違昨天公布營收 麻煩你看到這一根 這是七月 七月是創怎麼樣 兩年來高 是 它的營收是在步步高 它雖然現在EPS可能只有一塊而已 可是它現在營收在步步高 各位 很多股票根本就沒賺幾毛錢 它也是漲到好幾百塊 你怎麼敢去追呢 那七十幾塊 跌停你怎麼去砍 年底都是消費電子的旺季 是 所以這些個股呢 砍下來正好有甜甜價 那你手上如果有這檔股票的 你也可以來找我 我們 我已經跟你講了 下半年 消費電子會怎麼樣 進入旺季 會迎來大反彈 是 那緊接著呢 我現在手上有這兩檔股票 一樣會留給你 這一個 這個我在直播 在跟我的 好朋友在分享 好朋友分享 好不好 今天全部就到這邊 先加萊 想要許重送炭 想要老師幫助您 直接加萊打電話囉 再次付出 我先把你打個牙子 快點 再給我 快點